美国总统奥巴马昔年在影关注 对俄实施近年来最大驱逐制裁 离任倒计时之际 奥巴马为什么如此大动干戈 俄罗斯总统普京淡定回击 称不会实施对等制裁 一向强势任性的普京 为什么没有上演反制裁大戏 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 对俄泰国呼好呼坏 一面教肖期望发展美国核力量 一面示好推选亲俄派固定班底 那么特朗普时代 美俄关系将会如何改变 防务新观察即将播出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防务新观察 我是李彤彤 大家好我是王鼎 彤彤你看就在前不久 美国的总统奥巴马 是驱逐了35名俄罗斯的外交人员 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 一向是号称以眼还眼 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有采取任何对应的措施 只是说俄罗斯并没有去干预到美国的总统大选 而针对这件事情 特朗普却表示说 普京非常赞 干得很漂亮很聪明 对在外交层面上 我们确实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 和后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 是建立了一定程度的友谊 但是在军事层面上 比如说最近就有报道说 特朗普要扩大美国的核力量 当然外界就解读说 这是不是在叫板俄罗斯呢 所以呢 现在有很多人就说 这越来越看不懂 美俄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那么在特朗普正式的上任之后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 究竟是会握手言和呢 还是会继续激烈的争斗下去 那么今天演播室 我们就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在讨论之前 首先为您带来今天的照中怎么看 特朗普从竞选到当选 美国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一直进行着各种隔空示好 越洋点赞的亲密互动 让外界纷纷猜测 美俄关系即将解冻 俄罗斯政坛 也对特朗普的上任十分期待 普京近日表示 一切修复俄美关系的下一步举措 将是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 上台后的政策而定 那么美俄关系真的能走进春天吗 论天下大事 和酒必分分酒必和 所以美俄之间的关系呢 从历史上来看也是这样的 就是这俩呢 总是好好坏坏 这个最早他们的关系 应该是第一次握手 可以追溯到反法律战争时期 就是二战 苏联 英国 美国 就是反法律同盟啊 盟国呀 二战结束以后呢 成了四敌 这个两个阵营 两个超级大国 这个死磕了四十年 1991年12月25号呢 冷战结束 苏联解体 解体成为15个独立的国家 那么以后这个俄罗斯 当时的第一任的总统 是叶利钦 这个时候呢 跟俄罗斯和美国 又关系非常好 他们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美国劝俄罗斯 让他把自己 40%到60%的核潜艇 战略轰炸机 他的这个作战飞机 全都裁剪 包括他的航空母舰 包括他的巡洋舰 就是全都裁剪 俄罗斯都照办 你说这得好到什么程度 这个这是第二次握手 就是叶利钦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那么第三次握手呢 就是普京 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 普京是第一个打电话 给小布什 表示卫卫 当这个美国决定 要发动阿富汗战争 2001年的10月份左右 发动阿富汗战争 那么普京站出来 第一个支持 说你打这个基地组织 这个我提供各方面的帮助 结果呢 好景不长 2001年的12月 美国突然单方面提出 要废除美俄之间 签署的反导条约 这个美国单方面 这个部署反导导弹 以后就发展到在波兰呀 在捷克呀 到处部署这个反导导弹 美俄之间就开始关系恶化了 再以后美国就不着边了 就是2003年就开始打 打这个这个萨达姆 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所以说美俄之间的关系呢 这个又很短时间 又拜拜了 一直双方就闹到现在 闹到现在呢 现在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呢 估计美俄之间进入第四次握手 第四次握手 这次握手能持续多长时间 我估计也长不了 他们这个分分合合呀 这个太多了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演播室讨论 今天演播室 我们讨论一下 特朗普上台以后啊 美俄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跨入新年之际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给美国的新年注资中 仅向美国后任总统 特朗普表示了祝福 这让人想到不久前 针对奥巴马政府宣布 驱逐35名俄罗斯外交官 普京做出了戏剧性的回应 称不会以驱逐美国外交官 作为报复 但保留做出回应的权利 对于普京的做法 特朗普当天在推特上发文称赞 这一做法非常聪明 据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 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去年12月30号 公布了俄罗斯利用黑客 介入美国选举的报告 报告长达13页 这是美国首次 在官方报告中 点名某国主使黑客 恶意攻击 同时奥巴马还提醒 之前的制裁只是开始 随后还将实施一些 不会被公开的措施 那么普京为什么 一反常态地忽视 美国新一轮制裁 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又是否能修复美俄关系呢 防御新观察即将每年解析 今天演播室 请到了两位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朋友 坐在我身边的呢 这位就是金灿荣 金老师欢迎您 那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 就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张朝中老师 张老师您好 今天要跟两位老师 我们要一起聊一聊 这个美国跟俄罗斯的 一个关系的微妙的变化 就在奥巴马任期 最后一刻 突然还驱逐了 35名俄罗斯的外交人员 这个事情也被看作是 最近十年来 最大的一次驱逐事件了 张老师先来解读一下吧 为什么他都要离任了 最后却整了这么一处出来 挖坑啊 需要坑特朗普吗 特朗普挖坑啊 就是这个来而不往 非离也 人家普京这一次 就是来而不往 按照以前的这个惯例的话 第二天一定要驱逐 35个同样的 同样职务的外交官 但这一次呢 这个普京处理的非常好 什么叫大战略家 这个拉夫罗夫都劝他 咱们驱逐 35个 这是我管的外交部长 普京说不行不行 一个不要驱逐 现在这个事呢 就是按照普京现在的处理 我不驱逐你 反过来还对你友好 我派专机接回来 我的被驱逐的外交官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等于 给特朗普留了一个缓冲余地 如果特朗普上来之后 那么对俄罗斯不好 让普京很反感 我马上再驱逐 你那35个外交官 这有一个缓冲的疑地 然后呢 这个如果是现在 普京直接驱逐 35个外交官 那么你来我往 那么这样呢 美俄一将就处于一个 非常对抗的一个状态 如果特朗普上来 会是这么一个烂摊子 就是特朗普就很容易掉坑里边去 那咱们接着干嘛 就是没 他不可能一架号就 就跟这个普京好 因为美国驱逐的原因 是因为怀疑 俄罗斯干涉大选 美国干涉 如果特朗普上来跟普京好 你看这不是这样 让我们说对了吗 那就是他让你上台的 所以说你个儿良好 这也很正常嘛 高级的那个政治家 都是该忍的时候也是忍的 但是金老师您觉得啊 奥巴马干这事 他是说俄罗斯干预了他大选 您觉得奥巴马干这事 他真的是冤枉俄罗斯了吗 这个呢 说不清楚 美国情报部门之间信息 也都是矛盾的 他出了一个13页的报告 用一些技术 那个逻辑啊 证明是俄罗斯干的 但是 就他发表以后吧 好像美国 本身有很多人质疑这个报告 这个所以 到底是不是这样 我们不知道 反正特朗普是不信的 对不对 他肯定不能信 就他们老犯 就前面那个 大规模杀战性武器 这个问题啊 而且特朗普还说了 说这次和奥巴马的 这个权力的交接 是不可能很顺利的完成 对 他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说明 他们之间政见对立非常厉害 然后有点撕破脸了 这也意味着 未来美国的政局 是不平静的 反正美国国内 那个 我估计那个纸牌屋啊 下一局正式开展 第五季 拍得更复杂 那这可是真实版的第五季了 对 还有十来天嘛 特朗普就要上任了啊 这美国的这一任 总统特朗普先生 感觉挺不容易的 您看看自己人吧 天天跟他挖坑 跟他作对 反倒是一个外人 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在替他考虑的 还很长远 那这以后 特朗普怎么来执政呢 特朗普大概是这样 他是 美国人说 他不是另一个总统 而是另一类总统 而且这一类 美国人也不熟悉的 所以到底 全世界都不熟悉 全世界都不熟悉 到底怎么出牌呢 我们不知道啊 反正那个 以后 我个人认为 就是他面临的执政处境 并不好的 是吧 他首先合法性有问题嘛 他的那个对手啊 比他多280万张 选举人票 美国有五次这个情况 他这次是差距最大的 所以输的这方不服的 所以他的合法性 基础有问题 再加上他 现在选的人呢 代表性有问题 我记得我们聊过 他选的人的特点是 富人多 老人多 老人多 白人多 这个好像跟美国 多元化社会对不上 代表性有问题 所以如果他个性非常强 一意孤行往前推 可能以后会斗得非常厉害 斗得非常厉害呢 那个 我个人有点担心是这个 就是他在内部啊 无所作为啊 他的外面找别人杀气 所以 转嫁矛盾 对 转嫁矛盾 把货水冻印 蛮难得的 对对对 然后原来呢 反正俄罗斯脾气比我们大 经常中的前面 现在 学会了克斥 他学会 偷光养晦 偷光养晦 这就有点麻烦 所以中国 中国反正要欲为之谋吧 对 因为现在 就是大家看到 有一种消息的报道 就是奥巴马 对这次的事情说 我对你的制裁 包括驱逐外交人员 这才只是一个开始 后续还有一系列的 你们想不到的 我们可能会出的招 张老师 你怎么来看 还会有什么样的措施 在奥巴马时期 没有完成的 特朗普上台之后 还能够继续吗 但是这十来天 又能做什么呢 对 所以这才是 你干嘛要放这个狠话 十来天 就是 奥巴马 他原来是计划 是回应 普京 驱逐美国 35个美兴馆 然后他再来第二轮 没成想 这第一轮整个就 普京就没接招 没接招 后边就给窝回去 所以特朗普才说 普京很聪明 因为别的东西都不可能 原来说 美国战后 72年以来 第一次把海外值班的 所有的航空间 都掉回去了 对 S航空也掉回去了 那就不可能打仗 是吧 你这个奥巴马 还有十天你打一仗 将来谁给你收拾 对不对 所以说打仗 武装冲突 这都不可能 经济制裁 经济制裁 其实欧盟 这个去年已经 12月份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 欧盟还继续制裁 到今年的7月1号 欧盟通过这个决议 是傻到家了 欧盟应该等着特朗普上来再说 你通过这个就很麻烦 你比方说 特朗普和普京哥俩好了 欧盟这个决议 你放那儿 你是干什么呢 你说什么呢 就美国都不制裁了 你们制裁干什么呢 而且成立 承认克里米亚这事了 你欧盟凭什么制裁 这也就很麻烦了 我估计这十来天 没有别的招 也就是围绕这个问题 外交驱逐的问题 还有操纵大选的问题 美国自己不感觉到 奥巴马执政 你是世界上第一个 搞网络的国家 第一个开放网络的国家 所有的根服务器 12个根服务器都在美国 你拉斯维加斯 每两年搞一次世界黑客 大会 大会比赛 这个结果最后让 俄罗斯给黑了 所以 太捧刺了 这个 张教授 您觉得这有可能吗 美国他的这种科技程度 对世界公认 都是一流的 俄罗斯有可能通过一些 这种所谓的阴谋 或者这样的手段 来真正的干扰到 美国的总统大选吗 这个东西呢 就是很难讲 因为俄罗斯的特点是这样的 就是俄罗斯现在 它有一个秘密武器 斯诺登吗 斯诺登 斯诺登在哪 斯诺登对美国 所谓的这套门清 但是俄罗斯的信息化技术 计算机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 这些都比较差 但是差它有差的好处 我美国的计算机不用 美国的平台 软件 操作性能 我都不用 我自己弄 美国它想黑俄罗斯黑不了 因为太落后了 太落后了 它真是太落后了 让你无从下手是吗 但是俄罗斯黑它 我感觉应该是有很多 没有美国开放的 特朗普和普京近来的一系列表态 让人有些看不清美俄关系的未来 近日特朗普在社交网站上称 美国应当大力加强扩充核能力 直到世界认真对待核武器的存在 这被一些外媒视为 是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久之前炫耀武力的回应 普京在出席国防部年度工作扩大会议时 要求俄军继续加强战略和力量的作战能力 并表示目前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超过任何潜在对手 但是另据美国媒体报道 特朗普正在考虑任命支俄派为新的驻俄大使 并把美驻俄大使视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关键职位 而他心中的主要人选也都曾极力主张改善美俄关系 那么未来美俄是将升级对抗还是握手言和呢 防武新观察即将为您解析 当然现在我们可能谈的比如说在外交层面上 普京很克制 然后保留了跟特朗普未来的一个谈判的空间 给一个自己一个缓冲的机会 但是在军事上好像并不完全如此 比如说前不久特朗普就说他要加强这个核力量 但是大家会说 你是不是在军事上是直接叫板俄罗斯的 毕竟在核的问题上俄罗斯也很敏感 金老师您怎么看 在军事上是有对抗性吗 我个人理解特朗普这个话呢 更多的是对别的方面 倒不是对普京的 那个他主要是什么呢 他想扩军 但是坦率讲啊 他有个钱的问题 然后从去纯军事角来讲啊 这个核武器啊是比较省钱的 投入比较高一点 可是之后的维持是比较省钱的 所以他是在扩军的思路之下 又面临着经费不足 这个时候他想到了去扩展核武器 所以他这个核武的 这是不是也只是一种说辞而已 打口水仗的时候很有利的一种工具 然后对大国是这样的 但是坦率讲 如果核武器弄到恐怖组织手上 或者一些非理性国家 那还是比较危险的 我看到过一个漫画 当时就是奥巴马在他的这个 椭圆办公室里面 然后呢 这个特朗普就站在门口 跟奥巴马说 快告诉我核按钮在哪 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漫画里 其实显示的就是 奥巴马用那个砖块 把这个核按钮整个给 给雷起来了 就是给封闭起来 不敢给特朗普 张老师为什么 历任的美国总统 在交接的时候 都没有像现在这样 发生了这么多 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们两个的 这个梁子到底在哪 从奥巴马开始呢 奥巴马是美国 第一个黑人总统 第一个草根 靠网红当选的总统 现在奥巴马在美国 网络上也是个大网红 他比特朗普摔 特朗普好几条街 所以也很牛 所以两个网红弄一块 这是美国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 就他们俩的路数差不多 差不多 只不过特朗普 就是尺寸更大一点 我见了一个人说 这个人不错 我准备让他当国务卿 这人就当了 这重大的人事问题 总统都是推特之国 他随便发个推特 随便早上起来 这个睡眼 轻松的自己发个推特 然后别的国家 就正里巴金的 新闻发言人开始评论 专家就开始做的 解读 开始解读 这个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 作为国家领导人 你发表的任何的演讲 都作为证据 呈堂正共 这个将来出了事的话 你都得要做 要负责任的 对 你说给哪个国家好 给哪个国家不好 这都是可以追究的 那特朗普说 你们还信社交网站 但是给我们带来多少欢乐 这个太好玩了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 这个奥巴马和特朗普 这个权力移交过程当中 奥巴马不停地 在跟特朗普挖坑 是做了很多 不该做的事吧 可以说 那有没有可能该说的话 他没跟特朗普说呢 在移交的过程当中 我估计现在沟通 是非常糟糕的 那个 我印象里面就是 就是前两天 那个 未来的特朗普当局的发言人 就上来就说 说现在没有沟通 所以呢 他说我们新总统上来 第一天 将废掉大部分 那个奥巴马的 那个移产 政策 不是 他不仅这个 我告诉你 这个金浪人 特朗普 我深度活跃上来 他别再搞一个小政府 大社会 整个 你看他的竞选班子 八十个人 希腊里八百多人 快一千个人 竞选班子 他上来以后 澳洲政府那些官员 你们全 全自己找工作去吧 我自己弄一个小政府 市场的东西 听市场的 俄罗斯 特别是这个普京总统 可能会怎么看待 现在美国的这种现状 其实普京挺习惯这个的 知道吧 他也就这么自国的 普京也不信任 但是问题是特朗普 他变化太快 你就摸不到他的阵脚 那这样的时候 你让这个普京 怎么来应对 普京你看 普京也不按常理 不是 普京的好多的性 你看这次驱逐外交官 拉夫罗夫的 跟他建议都不行 这个还有一次 他把国防部长说 你到我办公室来 他的办公总统 跟那个谈话 就在一小桌子上 比我们哥人还近 你现在当着我面 就打电话 给那个东方站 去打电话 马上要开始军演 我要亲自到过去 哇塞 国防部长都 蒙了 就提前没有预案 那你要国防部长 要外交部长干什么 这都是 内阁当中的重要成员 你得要听他们的意见 哪能说 你想干啥就干啥 现在将来可怎么办 这俩都掌握着 90%以上的核武器 都是想干啥 都干啥 特朗普在他推特一发 我准备发一个核弹 普京说 我也想去试一试 所以说有人就说 说是笑话似的 这个特朗普 想要学普京 这这样子不是空学来风 而且特朗普 在他的这个人事的任免上 比如说他这国务卿的任免上 有分析说 这个人是一个亲俄派的人士 所以说特朗普以后 至少在他执政的前一段时间 会和俄罗斯搞好关系 会这样发展吗 搞好关系 现在没什么问题 就是说 普京第一个任期 跟美国是好的 关系也不错 是好的 结果第二个任期 又开始掰了 就这样的 他们在军事上 能有多大的合作空间 军事上不可能存在合作空间 现在是美国和俄罗斯 之间没有任何的合作 经济上制裁 军事上科技上 那全都是全都是的 就是有没有可能 他们在叙利亚 打那个恐怖分子 这次在叙利亚 这个美国最近表现得不错 美国这次一看 这个阿拉伯解放了 然后这个俄罗斯 土耳其 伊朗 开会了 推动了三方 这个协定 就是挺火 而且联合国安理会 对这个事也进行了 大家赞赏 美国一看 那美哥们啥事了 来先好玩回家吧 挺好 把航母圈召回了就 这将来 如果说阿富汗 也把这个中东的 这一套徐席过去 那阿富汗 中国又搞一带一路 你说美国还在这天上干啥 撤呀 对不对 他将来撤呀 对不对 那现在就是大家 没关系呢 应该是会好一点 但是有限的好 好的原因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这两个 最高领导人的相互欣赏 这应该是有帮助的 再一个就是 特朗普看来 在欧洲方向 不准备对俄罗斯 施加太大压力 他的战略重点 应该在欧洲有点瘦瘦 然后在中东 在我们亚洲 他是加大透露的 但是呢 大家也不要担心 因为美国关系的好 是有边界的 我想特朗普 也不可能公开的走到 就是说 我就承认那个 克里米亚 就归你了 这个他做不到的 而且他要真这么 公开承认的话 那这个所谓的 俄罗斯操作美国大选 那不就更有 让他们更有依据了吗 对 让希拉里 但这是比较小的问题 大的问题还就是 北约就保不住了 因为北约的存在 它有个前提 还是有个外部威胁 对 然后我说 我跟俄罗斯 是哥们 然后这个北约 就乱 北约就傻眼 对 忽然找不到敌人 在哪里了 因为北约 他实际上控制了 直接盟友28个 实际上 间接受影响的 那就多了去了 对吧 那个是 那个交易很难做 所以他有局限吧 我觉得 那您觉得俄罗斯方面 现在啊 就是俄罗斯 其实说是 静观其变的感觉 给我们感觉 就是好多的事啊 普京都是说 先放吧 先不动 那特朗普上任之后 普京可能会 怎么来处理 这个美俄关系 估计普京也不会 就仅仅是 消极的那个 给予支持 还 也会有些 积极支持 比如说 那个 在防护战 打击恐怖主义 朝核 伊核 他都可能 他提出一点方案 以引导美国 跟他合作 对吧 就是比如说 我想跟你好 但你很犹豫的时候 他就要想办法 去引导 创造一个合作的平台 和机会 因为普京的性格 那个 仅仅不老事 好像不满足 他活力太充飞了 这个家伙 然后 我估计他会设计一些 那个 合作 就好的那个圈套 让他都不往里面跳